我后面挂了这两块布 它老厉害了 你们知道我最后有个大纲是干嘛用的吗 既然直接可以打到布上 为什么打到纸上 那种纸上转移到布上 为什么都洗一洗呢 你们知道我后面这种 像太花一样的筋纸干什么用的吗 它就是批量 批去定制打 你看 我挂 就启动了 你看它把布料扑在这上 然后同一打一边 哇塞 我们那边在扑布 它一样扑的平整啊 这样子图案才能更好的 把一来十个产品上的衣服肯定要启动 哦 打人速度很快啊 这才是干啥的呀 这个 你看这个筋啊 不一样的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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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面挂了这两块布 它老厉害了 筷是烫金的 筷是烫银的 而且它烫出来的特别自然 这个布到底有什么色色呢 我刚才跟这个相授聊了 然后刚才还过来一个大提问 它是做货段的 就做货段的 然后如果讲一下 我现在就彻底理解了 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布到底有什么色色的地方 这个机器到底有什么色色的地方 就是目前在国内 在全中国能搞这个东西的 就是能直接烫银和烫银出来的 那可能 广东有几家 然后 广东有几家 浙江好像有一家 还属于他家的 就是相当于全国不超过十家 能搞这个东西 它弄出来的是有什么色色的 不相当于一匹过鱼 一匹没有原色布 继续画出来的鱼 就是已经是刚才那个成品效果了 放进鱼 放鱼 就一听了 在这个布上面了 而且特别的自然 摸的时候有很好的一个凹布感 刚才手切扣了 才扣不下来那个金色和鱼色了 就说明这个大大的鱼色 在没有这个机器之前 这个烫银和烫银是怎么做的呢 就需要经过漫长的一个过程吧 如果没有这个设备之前的 烫银和烫银是这样做的 我要先把这个布料 印上不同的颜色和发色 或者发园 然后就是这个要走一点 走一点以后的 我要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要洗起来 要把这个原来这个颜色布多好 洗完以后因为是湿的嘛 你还要给它烘干 那以后呢给它卷成护层 卷成一卷一卷的 再把这个一卷一卷的 拉到一个可以抗一抗 一个机器设备上 再进行抗一抗 然后就才能出来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这个就可以直接 你看从这个这一端 到设备的那一端 就可以直接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而且更加的自然 然后刚才那个 就直接做后端乘银厂的 那个老板 他说这个东西少见 在世界上也比较少见 有两个原因 他觉得他第一个就是说 他这个很自然的 而且这个凹凸感 他说身边上烫银烫银 并不是这种 这么自然的凹凸感 像这么自然的凹凸感 特别少 这个是 不解他见到的文艺 还有一个 他可以省时间 为什么 因为你 就是不需要很多的人 看这台设备 你唯一需要的人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上路的时候 把布放到这个上面 然后给架好 设备一开启 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完全复杂了 等这个布到好了 里头了 那边就快两个人把印好的布 直接拉走 就完事了 他算是非常省人工的 这个台设备还有一点 对我们可能生产办法不太了解 就是成米布料的那个老板说 普通的布 那可能一米 可能就只能卖个七八块钱 但是这个烫了筋以后 烫了硬以后 它能卖多少呢 能翻四倍 大概能卖三十多块钱 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轮 那关键的就来了 这台设备多少钱呢 它分两种 一种呢是六十四个盆头的 还有一种呢是一百八个盆头的 六十四盆头的呢 就是是两百多万 然后呢一百八个就是三百多万 刚才我还学到两个数 一个就是大进步小进步 还有一个叫一帕斯 两帕斯 什么叫一帕斯呢 就是你知道这个 这个印刷头是从左到右 再从右回到左 这个呢就叫一帕斯 然后呢因为它 它家这个车子就是那个打印机的 层面特别宽 它家一帕斯就相当于别人的两帕斯 因为别人家的可能它看到最多打的 宽 可能只有十五次 它能打到一百两大 所以就导致说 它家走一步 人家得走走两步 也理解为它腿更长 什么是大进步 什么是小进步呢 大进步呢 就是说我从打印的地方更大的 然后呢打印出来的效果 它的颜色呢就会更好 我小进步呢就相当于 我在一个地方 我用笔写了一遍 我大进步呢就相当于 在这个同样的地方 我用笔写了两遍 那么这个用写两遍的地方 它的笔很更深 而且它的颜色更重 那就是大进步和小进步的性别 我这个是最基础的 不一定对 反正就是这样理解 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大进步打印出来的效果 是个小进步要好的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啊 就刚才在这个 汉印那个餐厅上 没认识那个大哥 他听我和销售人员聊 然后呢 他就有点好奇在旁边听 听完以后呢 他就做科普这个 烫金和烫银的事 然后就聊了聊 他说他是服装厂 然后他说 哎呀现在这个 材料没有那么高的 高了 一定要搞一台这个设备 然后他又说了 他说 就聊得挺好吗 后面不就加个微信 我说 哎 我说你这个名称上面写的是老师 然后我说 你这是啥老师啊 他说 我说你这是老师 还是老师是个称谓啊 他说我这是老师 我说你是啥老师 他说是体育学校老师 我说你是学校老师 我说那里是 从事什么体育竞动的嘛 他说你这看不出来 我说我这没看出来 然后他说 我是搞篮球的 我说搞篮球的 我说你这身高也不够呀 我目捨他不到一米大 因为正常如果后卫的话 你就是在职业篮球队里 你舞蹈影大身高其实是 劣势的 挺难进的 然后呢 他说我搞篮球的 然后他说 他说是 表明旗下公司的 裁判 我说啊 他说裁判呢 可以理解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我们之前这个 CBA的裁判团有点争议 就感觉 有的判法不是很公正 他说 这个要一分为二卡 不能这么卡 我说那现在是 整个情况呢 他说 不好说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两年这个 体育行业有聚变啊 比如说竹球行业 独特蓝球行业 都有一个重量 一个调整 然后 他说你要过去逛吗 我说我要配人书彩 然后我就红海了 大哥挺有意思的 我说要配人书彩 你们知道最后一个大缸是干嘛用的吗 这个大缸就是染色的 它是怎么用的呢 就是布料从线织成布以后 然后在这个里面染色用的 对布料以其他是用来染色的 然后这个呢是一小型的 那大小怎么用的呢 就是说看它到底能染多少吨布 所以这时候这个布是按照顿来搞的 你知道它能染多少吨布 然后来看这个钢的到底是大的还是小的 目前这个是属于比较小的 然后我走进来还是稍微有一点味道在里面的 因为它是化学染料地产出来的 然后而且这种服装一染的是属于一个日染的 一般都在郊区 不会让你在市场里面还好的位置 坐在乡下或者在郊区 我刚才问那个销售 然后我问他我说 这红铁铁铁铁铁铁就挺大呀 他说对它现在是国际了 然后我说那你们的厂在哪里 他说现在已经搞到中山那边去了 然后他说从深圳到中山已经遍了一个桥 从深圳到中山的第一站 就是他们这个地方 原来很偏的 然后现在已经建桥 我说新建了吗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 他说对这边建 就是珠港澳大桥也没通过吧 它就相当于是在那个地方建了第二个珠港澳大桥 做联冲作用的 我感觉广东发展快是有原因的 真的是已经又建了第二个桥了 看来太惊人了 我去广东那边出餐 我都觉得广东和其他城市之间的连接特别快 交工会比方便 就算你坐几点就可以很方便就到 但是在上海还很难做到吧 到周围的两小时生活圈 70分钟生活圈已经在建了 但是还没有完善 广东已经建起来了 而且越来越完善 我说这一点真的是好厉害 比刚才看到的那种还要小的 它结构是这样的 你看 还挺鼓打的 你看洗一个布啊 朋友们 这么鼓打 这个是整体的外观 这是压缩机 这是另外一边 你看它底下 太过像涡轮一样的 我感觉这个做工非常非常的好吧 我后面这台机器就是相当于它先把图案印到纸上 然后再用纸上转印到布上 这是另外一种动画 而不是直接把图案印到布上面去 目前这台设备产量多少呢 13500米一小时 然后我说这个鸡蛋王这个产量是属于在行业的啥水平 他说这种打印机 打印这个就相当于相当高了 我就问他 我说那既然直接可以打到布上 为什么打到纸上 那种纸上转移到布上 为什么都洗一洗 然后小时候说成本不一样 如果是这种印的话 那肯定就是说成本要低很多 如果那种布的话 一个印起来就要繁琐 因为一天之前布要处理 然后就印好了以后呢 你还要处理 相当于是要把这个色革好的布在线上 这种纸上就相当于直接 印好了以后在纸上 然后纸上跟布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烹饪感到于 去把这个图案转移到那个布上 就可以了 就当然了它成本不一单 它也不是万能的 就是有一些布料它是打不了的 那么就是还是需要回归到 直接把图案打 用到布料上 然后打进方式 这种呢是一些纤维化线上面 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 这种呢是一些纤维化线上面 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 这是什么 这种牛仔布 我中午来的 现在逛几个摊位就已经时间快结束了 哎呀每次逛展 就每一家都想好好了解了解 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儿 然后呢这有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每次来都没边来 学到不少东西 然后换成就是说 够了时间多逛 就只能逛几个摊位 然后之后就 就解释给你看了 多多时间